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播客入门 那这个系列的视频课程呢 我是希望带给大家怎么去做播客 那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播客的收听者、消费者 也是一个播客的生产者 我每次在通勤的时候呢 我都会去听很多的播客 那除了听很多播客以外 我自己也去制作了一档播客 讲我生产力危机 那我过去中间因为一些事情 导致我的播客呢停更 但最近我开始恢复了更新 那作为一个生产者兼消费者 我发现播客的生态呢 开始变得丰富起来 但目前的丰富其实也还不够丰富 我其实依然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节目 所以我决定去做一个帮助大家 入门去做播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就有了播客入门这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呢我会像通过视频加文字的方式 来教给你如何去制作一档播客 对吧 那你制作了播客 你也可以告诉我 我会将你的播客呢列在播客入门里面 那让更多的人可以发现它 对吧那我们有了新的主播 大家如果新的进来以后 他也可以去听一听前面的同学 听了以后他都学到了什么 那好那我们说了这一次我想做什么以后呢 接下来我说一些大致的思路 做播客呢其实说简单也简单 说复杂也复杂 但对于我来说呢 我把它整体分为了以下几个部分 总的来说是六个部分 第一 事前准备 这个事前准备啊 讲的是你在做播客之前 你要想的东西 播客这个事呢 说做快也很快 说做慢也很慢 关键是你要想清楚 我为什么要做 以及我要做什么 当你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了以后 做播客这个事最大的一条线 你就定下来了 那有了这第一条线以后 那后续就是那第二个环节 录前准备 录前准备呢 是我们在录制每一期播客之前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我们可能需要思考一下 这一期播客我怎么录 我找谁录 我录什么话题 对吧 那当你把录前准备做好以后 你已经很清楚说 我要找谁 我要怎么录以后 那又到了第三个环节 录音 对吧 那录音呢 是播客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不然叫什么播客呢 就开始录音 录完音以后 录音的后期 对吧 你要把声音调一下 然后呢 让别人听起来可能更舒服 在完成了后期以后 就是分发 制作完了 你还敢让你的听众能找到它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介绍一些 分发的方案 来完成我们的播客的分发 在完成了分发以后 就是最后一项了 运营 播客呢 也是一个项目 你想要发好呢 它也可以变得更好 然后你如果想像我要 很佛系的去做呢 那也可以很佛系 所以这个事啊 风简流人 对吧 你说我做播客 我就希望它特别牛逼 那你就花点精力去做运营 但如果你和我一样 就说呀 我做播客呢 首先是拖一乐子 对吧 那运营的这个部分呢 你也可以看一看 你觉得这事呢 不太费事 你就做 你觉得费事呢 你就不做 所以这块其实是比较好控制的 包括其实前面的很多环节 都可以非常简单的做 比如说我们说后期 后期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对吧 他一听说 哎呦 我要去卖有Dobby的软件 对吧 我要去剪辑 哇 我感觉好麻烦 但其实呢 也可以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自己在去录播客的时候 我最早呢 就是录完 然后把我那些咳嗽 玩什么剪掉 对吧 就得了 那这就是一听 您就听就行 后面呢 我慢慢对音频 有了一些要求的时候呢 我可能 我先把那些咳嗽剪掉 然后呢 做做降噪 对吧 那可能 后续我还再会 有空 我还会说 哎呦 那我再加一个浑响等等 这些东西 其实都不是最核心的 他是说有可以 没有 其实也无所谓 对吧 那你做播客里 真有一句咳嗽 怎么了 对吧 听众难道就完全不听了 也不一定 对吧 可能听众还偏偏就喜欢这种 哎 有点背景 因为他会有点环境 听起来还不错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啊 播客这个东西 能做的很复杂 也能做的很简单 只取决你 但对于我来说 我会通过 不断的就这样的 给大家去做一些视频 那从最简单的方式来去做 我们从简单到复杂 慢慢的演进 这样的话 那大家呢 都可以开始 慢慢去做一些视频 做一些 这样呢 慢慢的 大家就开始 可以去做一些播客 对吧 那大家做了 有了播客以后 我也可以去听一些播客 那对于我自己 做一个消费来说 是非常棒的 当然也欢迎你和我 去一起去交流 做播客里面的一些心得 对吧 那有了这些 我们的互相交流呢 我们就能让 有更多的播客节目出来 那我就有更多的 节目可以听 这对于我们每一个 播客生态人 不管你是生存者也好 还是消费者好 其实都是一件好事 好 那关于 播客入门这个项目的 一个介绍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在后续 我们将会 一个一个的视频 来去录制 去介绍 如何去制作 一档播客节目 或者说 排《好相当》 bo包 BI 囧 囧 碧 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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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